美国在月球上有一个军事基地 这种事听起来很扯对吧 但你还别不信啊 它差一点就是真的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神秘的地平线计划 1959年3月 阿瑟特鲁多中将提笔写下了这段文字 月球前哨对未来的美国军队至关重要 这会是一份追踪长达118页的秘密研究报告中的一小段 写下他的特鲁多中将 时任美国陆军研发部部长 是个彻头彻尾的苏联威胁论倡导者 他坚信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如阳光一般真实 他呼吁想要赢得冷战 美国必须要在各个领域里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才行 他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并不奇怪 因为就在过去不久的1957年 苏联便率先发射了世界上的低媒人造卫星 看起来美国不但在核武器方面 已经被苏联人给追平了 更是在太空竞赛中 一开始就走在了人家的后面 要照这个节奏走下去 外层空间岂不很快 也就是苏联的郎中之物了 这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美国人早就看上这了 尤其是那块距离地球最近的土地 月球了 还在上面建基地 把军事力量扩展到那儿 好处简直有点多的数不过来 它不仅能够让美国在月球上监视地球和太空 而且一旦月球武器就位 它还能同时保护美国在地球和月球上面的利益 此外几乎可以肯定 月球所拥有的独特原材料 将是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 都拥有更为宝贵的商业优势 最后 谁也不知道在月球上进行的科学调查和试验 还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技术优势呢 所以你说美国 你说许许多多个像特鲁多这样的人 他不着急吗 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担忧 苏联人说了 他们会在1967年 在十月革命迎来50周年之际 将无产阶级的人民和军队送上月球 以此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这还了得啊 要是这都让苏联人给抢先了 那西方宣扬的民主哲学 起不掉的连底裤都快不胜了 所以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的 先上去把地圈起来才行啊 这就是地平线计划想要展开的宏伟图景了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这份解密的报告呢 不免显得有些滑稽 但当时啊 撰写报告的美国陆军却坚持认为 建立一个载人的月球基地 它不存在任何已知的技术障碍了 并不断强调这个基地 哎呀你们要重视啊 看看二弹式的曼哈顿计划 多么成功多么明智 咱这也是一个同等重要的计划呀 所以也要一切以它为优先才行 这话呢 他至少说对了一半 地平线计划是不是如曼哈顿计划一样重要 并不清楚 但至少如果美国都能设计和制造出原子弹了 那确实也没理由怀疑 它拥有把少数士兵送上月球的技术能力嘛 加上就在近期内 美术两国都已经成功的用火箭 把两个动物送上了太空 那登月登完月之后再建一个前哨站 不就像是戳破一层纸那么理所当然了吗 所以参与地平线计划的专家们都确信啊 由于推进电子空间医学和其他航天科学的进步 正在以爆炸式的速度发生 它们所提出来的登月时间表呢 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那么它们会怎样实现呢 咱们现在就来仔细的看看啊 地平线计划准备用两种火箭 61米高的土星1号和91米高的土星2号 在沃纳冯·布劳恩和他的工程师团队开发下 于1964年底发射 这两种火箭呢 都有多极的建成 可以将数千吨的建筑材料送入太空 工程师们得出结论啊 土星火箭需要从八个不同的地面位置发射 卡纳维尔角呢 将是第一个发射场 巴拿马运河区 当时是在美国的控制辖 将是另外一个发射场 但这还不够啊 还得在其他国家建设新的发射台 他们首选巴西 因为独特的赤道优势呢 能够帮助火箭在起飞时 获得更好的加速 将载荷送到更高的轨道和更远的地方 一开始啊 工程师们建议将这些材料 直接送往月球 也就是说啊 跟我们后来熟悉的阿波罗登月不同 地平线里面的土星火箭呢 在被发射到太空后 是不会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的 而是直接前往月球 并将使用一枚反推火箭 或是着陆平台 进行最终的着陆操作 专家之所以喜欢直达月球的想法 是因为它提供了离开地球表面后 最短的飞行时间 当时的想法是 每个月发射五枚土星火箭 直到200多吨有用的货物 堆积在月球表面为止 但再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它将要发射的次数之后呢 每个人都默默地低下了头 因为直达月球的极限 是一个不能超过三吨的登录器 其中大部分的质量呢 还都不是有用的货物 你说这里要发射多少枚吧 少收数百枚 还不夸张吧 而且还都是一次性的哦 Helon Musk说 我应该早上几年 不应该几十年啊 所以这样是不行的嘛 所以怎么办呢 工程团队迅速就意识到 也许他们应该先造一个空间站 因为当把材料先送上地球轨道 并在这里组装成一些较大的零件 再出发前往月球时 就可以把月面软着陆的重量极限 猛升到22吨了 可以省下不少的火箭发射 那就这么干吧 于是方案里最终的结论就是 到1964年底 用75次土星2号的火箭发射 将材料送上轨道 并于1965年1月最终将组装好的货物呢 运送到月球 随后 1965年4月 两人首次载人登月 负责监督月球前哨的 勘测和建设阶段 一直到1966年的11月呢 一支12人的工作小队进驻为止 研究进一步确定啊 基于当时的火箭技术 基地的位置呢 会被限制在月球上的 经纬度为20度的区域 专家们选择了三个地点 并一致建议将基地建在地下面 最后选择那些天然形成的洞穴 这样就只需要用压力膜覆盖 并密封好 就可以了 省了不少的事啊 同时还消除了陨石撞击的风险 为了给基地供电 计划中同时还提到了 向月球发射两个核反应堆的安排 一个负责生活区 一个负责设备区 但科学家都建议啊 太阳能才是这个基地最终的能量来源 怎么样 听起来是不是确实没有超纲 是那个时候已经掌握的技术啊 负责该计划的科学家们就说啊 对啊 我们一直都是在基于现实进行推演嘛 它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尝试 而是一种实实在在 安全可靠 可以信心十足去冒的 险而已 当然都上月球了 险你还不想冒吗 那我们就接着看看计划里面 对基地的进一步设想了 研究中的图纸显示了一个 埋在地下的圆柱形结构 它通过表面的气杂呢 与外界联通 生活区将有一个餐厅 设计者认为啊 一旦水的供应跟上了 脱水和冷冻食品 就将会被新鲜的水培植物 和其他利用循环系统生产出来的食物所取代 这意味着啊 月球前哨里面的士兵 居然不用等太长时间 就能吃上新鲜的蔬果 还有肉了 马特达蒙厅了 会不会有点小嫉妒呢 对了 水从哪来呢 计划里面说啊 核氧气一击 都是从月球的自然环境里面提取出来的 当然 基地里面呢 还包含医院 实验室 甚至连娱乐室都有 还是比较丰富的 既然是哨战 那肯定是少不了 所谓的武器和通讯的工具嘛 武器呢 上面说的和画的都不是很清楚 但大家猜测 应该会是某种单兵核武器之类的 毕竟啊 其他的武器配得上月球吗 通讯相对来说呢 比较简单啊 在月球表面 双向无线电就可以了 最多在建点中继站好让电波传到看不见的曲率之外嘛 至于对地呢 则可以依靠运行在地球轨道上面的卫星做中转 五角大楼和月球基地之间呢 时差不超过一秒来钟 到了驻军环节呢 计划准备在1967年底前 让252个人进驻到地球轨道 其中有42个人呢 继续登月执行任务 并随后让他们中的26人从月球返回 先在轨道空间站中停留之后 最终再回到地面上 而其余的人总共会在月球上执行一次 不超过一年的任务 哎 好了 但这就是全部了吗 还差一点啊 地平线计划中提到 美国的最终目标是要在月球上部署强大的武器系统 这样呢 它才能真正实现先到先得嘛 后面有谁想要尝试降落在月球 它都能轻轻松松的用火力来进行阻止 颇有殖民时代的遗风啊 好了 可为什么这份计划上面的月球基地 却最终并没有变成现实呢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啊 技术挑战 添加预算和国际条约 咱们一一来看看啊 首先纸上谈兵嘛 都是会很爽的 一时爽起来收不住就写来飘上天了 想要实现地平线计划里面的很多设想呢 请变临的技术难度 比作者想象的要高出了许多个数量级 你就现在用50年后的技术 闭上眼睛想一想 都能想到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嘛 其次 想要完成地平线计划 美国政府至少需要拿出60亿美元出来 那是一个十星才亿美元的时代 你能够想象 60亿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吗 是的 曼哈顿计划的确是逼得政府逃出了钱 但那是一个已经被纳粹扣进了肉里面的压力 苏联与之比起来还是差了点 而且那个时候 越战还在花钱嘛 美国政府是实在不想 也是在无力将这么多钱腾挪出来啊 最后 是美苏都想到一块去了 万一我才是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呢 如果第一位他已经架起了机枪 那我岂不什么吃的都不剩了 算了算了 咱干脆都别冒这个险 赶紧签一个外层空间条约 算了 规定大家都不能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送上轨道 都不能去军事化月球 那儿呢 只能作为一片净土被全人类和平的利用 简言之啊 如果这项条约大家一直都遵守月球 就永远不会有军事基地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